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那現在人喔 因為一般而言喔 這個飲食生活作息 生活習慣 沒有那麼多元的充分 那確實喔 特別容易耗損身體的 營養素之一就是B群 對 其實健康食品 它就是一個食品的營養素嘛 你如果可以從我們的六大營養素 都得到一個均衡的營養 事實上是不用補B群的 我覺得我每次都跟病人講說 你就補看看吧 你補了很明顯的改善 你明明就很疲勞 補了就改善 就失眠就改善 那個就是你身體就缺B群 你補了有補跟沒補沒感覺 那不是缺B群 可能是你其他要改善 其他你要再找其他原因 我就先講一個案例 大家都太依賴 現在人全民都很累 因為大家都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 那大家都靠兩個東西 一個叫咖啡 一個叫做B群 其實我每次去演講 我那天我就去一個私人企業演講 那我都講腎臟 那我講慢性腎衰竭 就泡水膏貧困 就疲勞是一個很嚴重 很重慢性腎衰竭的一個症狀 所以我們每次在講完這個之後 他們隔天 因為大家都疲勞 大家就會對 對號入座我會不會腎臟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肝沒問題 都會想到是腎 所以隔天就一個35歲的 他們那個在企業的上班族來找我 他說他發現他為什麼疲勞 他要形容給我聽 他說他從年輕就很疲勞 可是他以前年輕只要兩杯黑咖啡 再加一顆大激烊的維他命B群 整個那個精神是可以感覺到 他不吃的時候是很萎靡的 有吃的那個精神就很好 可是他覺得最近很奇怪 那種疲勞感就是類似 好像一直在重感冒那種感覺 即使他睡足八小時 那這個生活作息正常 那他就喝了喝了四杯咖啡 兩顆的那個高劑量B群 可是他覺得沒差 那他轉為會不會是其他 因為他想到是不是腎臟壞掉 所以他就找我來檢查 報告出來之後我發現 他因為他我們知道腎臟不好 尿毒素會高 尿毒素有什麼尿素蛋疾患 他尿毒素是低的 尿素蛋是低的 那他的尿酸也低 他的鈉甲鈣 這些電解質都偏低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腎臟不好 你是營養不對 那我就問他所有的 因為他代謝 他最近有變胖代謝差 所以他早餐 他早餐就喝咖啡加B群 他沒有吃任何的食物 因為他怕那個越來越胖 代謝症候群 那他消夜也減少了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們的 我就跟他解釋 B群是一個輔酶 我們人體就是一個生化機器 我們滿滿的能量叫ATP ATP是經由我們的 那叫三縮酸循環化 我們要把我們三個熱量 像澱粉類的蛋白質類脂肪 去把它燃燒 產生ATP 那在燃燒過程中 需要靠B群當作那個服務 可是你上面那個東西沒有 你怎麼可能靠B群 去燃燒什麼東西 絕對是沒有 那我跟他講說 你真的問題是你沒有吃早餐 那我就請他開始吃一些優質蛋白 吃一些好的澱粉 然後開始之後 他吃B群開始又有感覺了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我吃B群沒感覺 但是我去吃那個很多人的提神飲料是有感覺 這提神飲料裡面有糖分 有氨基酸 有硫磺酸 那這些東西就他還是有些熱量 可以讓你燃燒的來源 他純吃B群效果就不好 那B群 為什麼人家大家會很容易缺乏 當我們身體處在一個 其實B群跟我們的神經功能 跟我們的代謝很關係 所以你處在高壓狀態 我們俗稱的B群 至少有這八大種 就是八大種這一個維生素 B1 B2 B3 B5又稱泛酸 那B6 B7又稱生物素 B9叫做葉酸 孕婦常常要額外補充 然後B12是假設吃素的觀眾朋友 很容易缺乏的 所以我們俗稱的B群 其實是這個八大家種 早期 其實我們補充在處方藥 你看你搞不好有一些像一些孕婦啊 慢性身衰也都在補B群 那主要都是1262 然後3579這個是當然比較少的 但在很多健康食品裡面 都有加這個東西 我先給他講一下 B1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喝酒會缺乏 那造成一些記憶上是像一些老年痴怠症 很多都是B1缺乏 他主要是在我們的糙米燕麥玉米 瘦肉裡面顴骨類都有 那B2核黃素是什麼 大家知道那個你吃B群 有時候我吃B群 為什麼小便不會黃色 對 有些B群裡面沒有B2 核黃素就是那個會讓你產生黃色小便的東西 不是他是假的 他沒有B2而已 不是所有的八樣都有 那B2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嘴巴很容易口角也破皮有沒有 就是缺這個東西 一個熬夜嘴巴就破皮就缺 那這一樣在我們的牛奶奶製品類的 肝臟啊 蛤蜊這些深綠色蔬菜都有 那B3 B3比較常見的 我們講跟其實都這幾個都會疲勞 但B3我覺得他有一個特別 就是他會皮膚比較不好 很多皮膚炎啊 皮膚乾燥就是缺那個東西 那一樣在我們瘦肉啊 奶類很多 那B5比較不會缺乏 他叫泛酸 對 泛酸的意思就是任何地方都有 他可能包括我們的 我剛剛講 我剛剛前面都講的 大概蛋白質 蔬菜水果豆類 全部都有 所以5 6 7其實比較不會缺乏 那B9要特別吃 B9跟我們都很多 我們發現慢性腎酸 很多慢性發炎 心血管疾病都相關 還有一些孕婦 B9是葉酸 B全葉酸 那當然他在食物裡面 你如果我要從食物補充 他吃什麼 就菠菜清化菜 橘色的蔬菜 像一些什麼紅蘿蔔 南瓜 乾脹什麼 這個很多 B9是一個對我們一些 尤其孕婦 他生出來的小孩 有時候如果B9缺乏 會有一些神經跟血管的缺陷 B12跟我們最常見叫 惡性品血 就是很多吃素的 我們講 他完全 因為他都處在動物性的食物 會比較多 那B9跟B12 這兩個同時缺乏會產生一個叫惡性品血 很多那你補 鐵補再多都沒有效 就是缺這兩個東西 所以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每一個有他不同的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食材裡面 就是這些優質蛋白 顴骨類的 大概都含有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從這個食材去攝取 很多人 這個習慣上吃B群 都是早上一起床 那很多人擔心 晚上吃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睡眠 吃B群都是為了那個 提神跟酸痛 這兩個原因大概占了九成 那大家想說 所以B群跟提神 B群會讓你不睡覺 幾乎就畫上了等號 所以很多人會建議說 你到了晚上之後 不要再吃B群 不然會造成失眠 當然也做過這類的研究 B群會不會造成失眠的研究 我先講一個案例 再告訴大家要怎麼吃 我其實要研究B群的缺乏 研究我們洗腎是 因為我們洗腎病患是慢性病 然後他們又有一些大量的水 他們洗腎之後 大量水溶性會流失 所以我每個病人一定要口服B群 洗完我要打一個針劑的B群 不然你就會發現 他們出現一些缺乏 那我就先講這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35歲的上班族 他從外縣市轉到我這邊 那他白天在 他已經洗了五年 白天在上班 那大概到六點的時候 到我那邊洗腎 洗到大概十點多 就下班回家 可是他有一個困擾 他失眠 那他每次 我看他洗腎都這樣 明明他很累 可是他都不他都會自己又捏自己 或什麼讓他提神 他說他這個時候絕對不能睡著 等他去睡著 因為他回到家已經11點 他就不用睡覺了 那一整個晚上都不用睡覺 所以他再怎麼樣累 我都覺得他都自己在這邊掐自己 就不想睡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剛剛不是說我們洗完腎 我們會補一支維生素B群嗎 那他跟我說洪醫師 你不准給我補那支B群 補了之後晚上就不用睡覺了 他非常焦慮緊張 他很多的事情就一直煩惱 那這個很多時候都是我們講說 當我們的B1 B2 B6缺乏的時候 身體會處在一個很緊繃 又合併失眠 我說你會不會是B群缺乏 而不是過多 那我就請他說 我們試一次 反正你都會失眠嘛 補一次又沒差 那就洗完之後 他相信我幫他補了一次 那一天就睡得很好 然後他下一次他就願意打 我後來發現 他應該是維生素B群不夠 我剛剛講B1 B6 B1 B2 B6 他常跟我們那個腦內飛 那個血清素的分泌有關 你缺乏的時候 又處在一個很焦慮緊張 失眠的狀態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的確是有部分的人 他會失眠 那有些人他會吃B群 就精神很好 你就不要晚上吃 但是你如果真的長期失眠 又很焦慮 這樣你可以試看看 那當然除了 我們講說除了B群之外 有哪些食物可以幫助你入眠 因為大家都不想吃那個安眠藥 B群這我剛剛提到了 那第二個叫 鈣跟美這個族群 所以很多時候說失眠 我們喝個牛奶再睡覺吧 事實上鈣可以安定我們的情緒 就是在補鈣跟美 對 美是一個肌肉鬆弛劑 很多肌肉痠痛 其實吃鈣跟美效果也很好 那心跟銅 其實很多一樣 他過度興奮的時候失眠 你可以吃心跟銅 心跟銅在哪裡 一樣在我們一些海鮮 像牡蠣啊 還有一些菇迅菇類 魚類 瘦肉類 其實跟B群很類似 那碳水化物 如果你真的睡覺前 你覺得肚子要補充一些碳水 我會建議你就補全麥或五股類 他又可以補到V群 又可以補到鈣跟美 可以幫助你入睡 你不要去吃那個日式精緻的麵包 那個會讓你整夜睡不著覺